大家好 上電視時間到 那個上不了電視的觀眾不要太消極啊 我來教大家一個上電視的簡單方法 那就是越逗逼越容易上電視哦 以後不評論了 反正也不讀你 看來我的英文真的很不到位啊 回頭我只有在叫Siri 啊不 小娜教教我了 看值不值得買 你怎麼能不看產品呢 你不看產品看什麼呢 當然是看後期CP啦 若兩個都買 果然好買 女後期已經決定了 就是你了 等你吧台打叫哦 媽蛋 天氣怎麼這麼好 對啊 媽蛋 天氣一包捐騙我 是啊 媽蛋 老闆居然讓我們在這樣的天氣出來體驗雨傘 沒錯啊 媽蛋 鬼才會讓天氣出來打傘 有道理啊 既然這樣 既然報告就只有這樣寫 啊 啊 你確定要這麼幹嗎 如果不這麼幹 這期節目就拍不出來了 可是我覺得老闆肯定不會買賬的呀 老闆那邊我來搞定 你只需要把它拍出來就好了 即便是搞定了老闆 那觀眾也不會買賬的呀 你想多啦 觀眾看的不是產品 觀眾看的是我呀 嘿 我 你 我從未見過有如此 來吧 來了 來 真的來 別磨叽 那來啦 來吧 來啦 來啦 是了沒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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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這把傘果然很不錯呀 是挺厲害的呀 這兩拍就可以很好地體現出這把傘的作用了 嗯還真是呀 大哥你太有猜了 咱們趕緊拿去給老闆看一下 好走走走 我培養你們這麼久 你們果然沒讓我失望 我說的沒錯吧 老闆很好搞定的 和我想的一樣 你們倆總能做出一些和你們智商相匹配的創意出來 我沒有今天的成就 主要還是因為老闆您的悉心教會 嗯 攝影師 你出去一下 誒 好嘞 哎呀 Railbrella 號稱不會離失肩膀的雨傘 其實他們的傘就是加寬了普通傘側面和後面的面積 這樣你在打傘的時候 某一個方向上會遮擋更多的雨水 散布的材質叫做190T的碰擊布 不懂什麼意思 但傘骨是玻璃纖維的 這意味著這把傘很輕 長的這一把手柄是純石木手柄 而折疊傘手柄是橡膠材質的 總體的做工和用料的確比外面賣的大部分傘好很多 而且在某些細節上的確讓人撐到 看這裡 普通的傘這裡的鐵絲纏繞起來後會留下尖銳的末端 我經常在收傘的時候被刮破皮 而Railbrella的雨傘把這個位置做圓潤了 簡直就是神一般的設計 造福全人類全宇宙的設計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處理這麼多座傘的廠家 那他就是想不到呢 折疊傘上還有一個比較新穎的地方 就是他的手柄末端上有一個電筒 可以更換電池 媽媽再也不用擔心月黑風高的下雨天 有個石頭故意跑來伴我的腳了 如此看來這把傘還是很有用的 背包的人用這把傘可以遮住背上的包 孕婦可以用它遮住肚子 同行的人也有更大的遮雨空間 但雨稍微大了點兒的話 還是不要打這把傘帶著小朋友了 因為你還是遮不到它 值不值得買 雨經常會下傘必須要買 這兩把傘的價格都比普通傘貴不少 某寶上長的一把78 折疊傘要139 這麼說吧 買一把質量做工都好的傘 可以用很久 幾年裡換傘的價格 也購買一把這個傘了 哦對 那些經常丟傘的人 還是不要買了 因為買了 也是造福其他人 地鐵站門口10塊錢一把 湊何用啊 好 開始了哈 那個你 沒錯說的就是你 你還在家中無所事事嗎 你還因為太宅而被別人恥笑嗎 你還怕自己的高顏值沒人賞識嗎 還在做著明星夢嗎 你還在擔心沒有機費上電視嗎 你還在懊惱為何只有評論才能他媽的上電視嗎 現在機費來了 你的真身也可以上電視了 只要你進入屏幕下方的網址 完成一些簡單的操作就可以上電視了 那麼上電視之後你都能幹嘛呢 你可以一個勁的狂臭男後期的臉 也可以和女後期來一場實力的A表戲 我知道你是個老戲谷 我知道你總是中二的自己 有一天能成為萬眾逐落的焦點 來吧 少年 不要猶豫 現在就進入這個神奇的網址上電視裡來 我們一起創造奇蹟 讓你的朋友們先入去吧 導演 我要加雞腿